阿伦敦呢,今天有一栋新上市的小屋 1400多尺,四室,一个半位 现任屋主呢,在2007年的时候花了47万5千买进 现在要价52万 这栋房子的前任屋主呢,做了很多的更新 如厨房,主位,阳台等 那这栋房子主要的优点呢 有以下 这栋房子的布局呢,很好 French door隔开的路口 厨房、厅、餐厅相通 之间呢,有一个过道相隔 很有层次感,也很open,很舒适 这栋房子呢,离park、商店、公车站等都非常近 Starbucks, Trader Joe's,还有Walgreens 离这栋房子呢,一迈路都不到,非常方便 三,院子不错 房子的院子呢,叫平枕,不大,但是挺精致的 阳台也不错,餐厅的落地玻璃门呢,通向阳台 光线和空间感都非常好 这栋房子的缺点是 一,离学校太近 这栋房子呢,正对小学的停车场 虽然说呢,对家中有小小孩的人家来说,较为方便 但是离学校过近话,那上下学的时候必定会比较吵闹 二,卧室不大 四间卧室呢,都不太大 有一间呢,有些过于小了 只能作为Nursing Room或者说办公室 三,价钱定位 记得2007年时呢,这栋房子卖了半年才卖出 当时的中介呢,照片拍得不是很好 但是呢,可能离学校过近也是原因之一 五年后的今天呢,市场总体变动并不大 虽然和低股市比呢,现在市场稍许有些上升 但是和2007年比的话呢,变动并不是很明显 总之呢,如果您不介意住在学校正对面的话呢 您可以看一下这栋房子 如果您对Arlington这栋城市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我写的关于这个城市的简单介绍 这栋房子的风格地方霁票 对着课书的民主中局 需要向时邂逌取的程序 莫ịch客侠能并不卖idad之后 目前为止转发出黄cen怎么证据的 garant雷亏